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假日 我有一個任務 就是那天我有一個好朋友 我們在改裝街帶他家大埔裏 他的店開在新竹 然後那天呢 他在Facebook上面傳了一張照片 讓我非常訝異的一張照片 我就問他那是什麼 他說那是雞碳 然後柴油車 然後我就問他說 是不是所有的柴油車都會這樣子 他說對 那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柴油的關係 加上大部分的人喔 在清雞碳喔 都是清那個 旗館前面那個 閥門那邊 不管是汽油或柴油 都不太會去把它拔起來 他說拔起來裡面會很精彩 然後為了這樣子呢 我找了好多人 問他們有沒有比較老的柴油車 結果我找到一台 我同事有一台 17萬6千公里的柴油車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沒有 我才剛清啊 大概今年年初才清啊 然後今年年初到現在才跑2萬啊 我說你怎麼清 他說就是 把那個空氣力氣的管子拔掉 拔掉之後呢 用一個噴嘴這樣噴一噴 然後擦一擦 讓那個口徑呢 外觀看起來是亮晶晶的 但是他沒有清那個之後 那我現在找了這個 裴油大尾 我要請他 把這台車的那個 整個騎管拆起來 但是我今天的目的喔 就是要告訴所有柴油車主 不管任何品牌喔 所有的柴油車主 你大概每隔5萬公里左右 甚至有時候如果說可以 短一點的話就短一點 大概3到5萬喔 就去做這個動作 那做這個動作大概要花 8千到1萬塊 可是這8千到1萬塊喔 對比說 可以讓你的油耗 1公升多跑3到5公里 那我們剛剛從台北來新竹這一段 我們有拍了它的引擎轉速 這台車太老了 它這台Golf的柴油5代的 Plus的版本 它沒有瞬間油耗表 不過看轉速也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還就是開的感覺 我們沿路開過來 確實這台車感覺 好像三缸800cc的柴油 完全沒有柴油車的特性 我們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來找一下多少部位器 要幫我們處理這台車子 我們現在把EGR就是廢氣回收這個管子拔下來給大家看 車主說它有去掉點滴 常常在清 常常在噴那些燃燒室裡面的一些清雞炭的一些清潔劑 但是從來沒有拆過 所以它的車開起來 我剛剛講開起來好像三缸 不像四缸 然後很沒有力 柴油車怎麼會那麼沒力 我們現在把它拆下來看 這條這條就這條 這條的話 對不對 這條就是廢氣回收的管子 對不對 你先拆哪一個部分 解氣門 解氣門 好先把解氣門拆 解氣門以為有雞炭對不對 因為廢氣過去嘛 對不對 所以解氣門也會有 好我們已經拆下來了 請師傅幫我們把解氣門拆下來 這邊有個鏡子有沒有 你可以反射到 看這個裡面 氣管的地方 然後解氣門 你看它髒的你看 五萬公里的柴油變這樣子 然後他說它常常在掉點滴 常常在清 結果還是這樣子 然後你看這個喔 軟的還硬的 軟的啦粉啦全部是碳粉 你看 硫化物 雞炭油泥 啊這個咧 這個也是啊 這個就是解氣門 對 這個是EGR控制 EGR控制 啊 那個管子廢氣過來 對 對不對 管子廢氣過來 然後 這個就是 啊我把那個管子拔掉 就廢氣不會過來 崩了EGR 問題是 污染 污染很嚴重 所以不好 油耗會增加 來 給我配一下 給我配一下 不要太用力啊 唉唷 這個是什麼 喔 引擎燃燒是清潔劑 這洗的料嗎 可以 水一沖就掉了 經過這個泡沫清洗之後 水一洗就掉了 來 好來 沖水 滑滑的 對 但沒有那種搖手的感覺 這種化工品是好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有啦 溶掉啦 慢慢溶啊 但是還是很厚啊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有在清對不對 有 沒有錯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要清這個 不會去 掉點滴可以吧 掉點滴有 但是它不會去浸泡 它會跟著 就一直 隨著浸排氣一直流出去 就很快速的 就像噴了 就用氣把它吹掉 那它就沒有溶解的效果 所以它根本不是一個好方法 所以掉點滴也會去除一點點 對 但是沒有辦法像這樣子這麼完整 當然 等一下還要用刷子刷 對 然後全部 開始 那清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保持所有的進氣道 跟柴油的爆炸 全部都很順暢 可以省油 省油 然後車子的馬力會恢復 這個孔阿 原本如果直徑是 55mm 它的截面肌 因為這個阻塞之後變小 那可能直徑剩下40mm 等於是鼻孔裡面很多鼻屎阻塞了 你根本就不太能夠呼吸 鼻孔裡面很多鼻屎 我在呼吸的時候比較不順暢 對 沒錯 阿這個 那個可以噴鼻孔嗎 那個不行 那個要找耳鼻孔 你這個 有橘子的味道 會澀澀 蛤 不是很乾淨阿 沒有油污阿 我們手的皮膚也會有油脂出現 那它就是完全的乾淨 就沒有油污 還要再噴嗎 有 這個就刷了之後 所以這樣子公尺大概要抓多少 其實從拆 從拆到洗乾淨到組合完成 可能要5到6個小時 5到6個小時 很壯觀的東西 來 請看一下 唉唷 這就是柴油 流化路 一直有出現 一直有出現 有沒有很開心 很療癒 對不對 那我最後要問你 因為每個人一定要問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氣候 因為油的材質 什麼油 柴油的材質 柴油的材質 對 那我可不可以預防 預防 我們有 添加劑 可以這樣嗎 可以 阿添加劑下去就6萬不會這樣子 減低 可能剩下一半 或是 三分之一 不會這麼的嚴重 好了 剛剛是解氣門對不對 現在是棋管 這什麼 這個就是棋管 就這樣把它刮 把它刮下來就好了 刮了下來嗎 可以啊 唉唷 這個都是 阿這個也要噴這個白白的 對 阿這個是什麼 刮下來的 這是剛剛清理 用塑膠的 撥片去把它吐下來的雞碳 這樣才不會浪費那麼多藥水 你看這些溶解之後 什麼乾淨 那我們剛剛進氣氣管拆掉之後 這就是氣缸頭的進氣道 燃燒是在哪裡 燃燒是在裡面 噴不到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子 阿所以這邊不能刷嗎 可以阿 一樣是 用工具進去刷 爆炸式不能刷而已 阿這個到時候 留到燃燒是沒關係 我們會吸出來 然後 吸出來之後 剩餘的進去 跟著那個爆炸式排出去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好像有一個好的對不對 這樣子 那個 在吹的那個 是不是 好了 還有一點點 可是你看 哇 先看一下 哇好乾淨喔 還是有一些 這些裡面 還是要再清一下 稍微再清一下 可是已經算很好了 對 本來這邊都是一層大概有 有大概 3mm 對不對 好 待會再稍微清一下就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們影片會有 使用前 使用後 剛剛來看很噁心 我手都不敢抓 你看現在手抓都不會有黑黑的 我們大概只在這邊耗了兩個小時 因為趕時間 所以呢 大概清一下 如果你的時間夠 方向今天是假日 來給 找一個保養廠 請師傅幫你做這個整理的話 大概要花6到7個小時 那這台柴油車 車主信心滿滿的說 他的節氣門 旗管很乾淨 因為要常常清理 結果我們把它拆下來之後 發現是那個樣子 你看我的手 你看我的衣服 其實你可以在附近找 你熟識的保養廠 你可以做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就是 清洗前和清洗後的差異 駕駛起來的感受的差異 以及整個引擎轉速的順暢 整個引擎噪音的抑制呢 會不會跟著改善 OK 那這個是已經隔了大概一個多禮拜後 我們把這台清完積炭的車 交回去給車主 然後我們再請它開了一段時間 我們再來試車 清完之後 有幾個地方很明顯 有幾個地方無感 首先第一個就是 油門踩踏的時候 你的右腳 它的馬力的提升 你感覺不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無效 這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油耗 油耗的表現 大概因為它這台車太老了 它沒有行車電腦 車主跟我講是說 油耶 油比較省油耶 因為車主是一位女性 他說加滿一桶油 大概可以多跑100公里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最有感 我認為最有感的地方就是 代速的噪音引擎抖動 大幅的降低 而且是非常大幅的降低 第二個部分就是 就是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尤其在市區最明顯 大概像現在40公里 它每一檔換檔的轉速 有稍微小 掉一點點 可是引擎的噪音 變得非常的細緻 聽到喔 細緻 柴油車 跟細緻是沒辦法畫上等號的 但是和之前我們 從台北看到新竹的時候 那個時候那個引擎 感覺要炸了一樣 比較起來 它的差異最大是在這邊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油耗 好一點點 最後一個就是馬力喔 當今天你如果上了高速公路 或是快速道路 你會拉高到60 80甚至高速公路 100的時候呢 你的右腳那個性能輸出的感受 保養前後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它 輕積碳 有一些優點 有一些是感受不出來的 就看你覺得 這個投資值不值得 如果你覺得值得的話 其實我們不是廣告 所以你不見得要去 我們去測試的那個店家 其實很多保養廠 都有這樣的服務 一般人可不可以DIY不行 為什麼 你拆解器門 開了一些感知器什麼 我怕你弄壞了 或是有些東西其實 你要特殊工具 或者是你要全身弄得手 弄得很髒 才有辦法去輕 那我覺得交給店家 來做這個保養的話 我認為它還算是 一個滿不錯的投資 在這裡 那邊 都可以讓你去 都可以讓你去 有些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